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预设这个展览应该怎么做 我夫人家有这样想法 我还发觉他 其实一定会有非常多 那个电影很寄生的人 会来谈好多好多 他跟吴京权 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他来谈很多很多 那么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也是在研究他那种武装电影 也杀了很多功夫 我就 我夫人家不想做同类的东西 就觉得 我关心的东西可能是 马上会转到另外一边去 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在关心 都会照顾这方面照顾得很好 然后我就想 其实我现在接触到现代艺术 而且解释认为是在 当代美术馆赞助 我就会想这个意义再来 我觉得意义很直接 就是说他一定是一个年轻人的展览 就不是一个 我们单向去激恋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对我来讲 他应该是产生一种 很有趣的一个新的意义的一个机会 可以搞这个展览 所以我想就是我马上就这样 把这个西点 放在这个比较 当下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多年轻人的世界的感觉 去看这个东西 所以他必须要具备几点 就是有桥楼感觉的 很新的很当代的 然后还有一点点那种前卫的感觉 就是多媒体的感觉 有可能是说 甚至是 我觉得是世界观的 跟那个吴俊全年代的世界观 有点不一样 但我希望这个东西呢 他可以跟吴俊全本身对话起来 因为这个展览的地方 我们也快现好 它是一个房间里面 所以也不能讲到太广泛 我反而是讲一种很亲密的接触 就是他怎么样可以 在私底下 大家都把这个平常的那种外在的东西放下来 往后就变成 大家都在收拾的状态去面对面 见面 但我后来就想 有什么情况 吴俊全会跟现在这些当下的人 小孩子碰面 我觉得人也很难 然后始终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他们喜欢玩那个Cosplay Cosplay的意思就是说 小孩子的私处去找一些 各式各样的人的造型啊 各种连带的东西啊 他们都会很有兴趣去装扮起来 那么我既然是这样 我不能 他如果是装扮吴俊全的辅助 我就把这个场景去理起来 但它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场景 它就是几个朋友在玩 也有可能是 有些选择 就是电影公司要拍这种事啊 有些选择 或者是人就住在一起 那么一个最主要呢就是 场景装置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想走进这个内心世界 就有一点像这种 V路电视去看这个场景 里面的人是不知道有人看它 所以我做了一个玻璃法 就等于是说 你可以看到里面 人家看不到你的感觉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去经营它三面空间 三面空间呢 就把这个视剧点 就是服装的摆法 混乱的情况 他们开完之后 就丢在桌上 这些东西制造出来 之后呢 我再用很多灯光去补 把这些衣服的细节都用灯打出来 但是它整体氛围还是很正常的 就是一个大环境 因为它是一个场景现象 我后来分间在外面 因为我看到这个绿灯 那个绿灯 我开始还不能接受 这个大绿灯在我门口外面 后来我想一想 因为我有很多想法 我有自己组家居 都拿来了 拿到现场 后来就有一个大沙发 我就把它搬到这个绿灯旁边 我就开始去试试看 那个莉莉在 在那个椅子上 应该怎么做 才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就开始拍起来 然后拍到一般呢 我就一直在挪动她的头 就发现她好像是有一种 有情绪的感觉 我就叫我总是一直在拍她 在拍的过程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好像又有一些发展 我觉得这种灯 如果再放在那个 现在那个装机里面也有趣 就让莉莉也在动 这个吴京成人 但是她动的方法也没有 我后来就想到外面 两边都放了两个影像 两个头影子 表达莉莉是能动的 要在现场的感觉 就等于是 慢慢建立了一个比较复杂的 现代的 现代年轻人的世界 他们想法都是这样 就是有一点暧昧 有一点这种流行音乐的 这种流行音乐的 在莉莉的这个环境里面 她也有音乐的 其实她的音乐跟这个 舞蹈演讲话的东西是 无不相干的 那个音频不是太大的 但我希望她 那个音频就端端端端端 有时候有她 有时候有她 你是端端端端端 就看到两个空间在交流 那我最希望就是 你这样看 进去看我的展馆的时候 他就会有英雄的 我就叫他伸仙 从伸仙走到他去 有兴趣就开始 对舞蹈场是什么 这个事情有兴趣